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来看看这次进攻 再推 王双有机会面对门将 打摸 瞧见了 比赛打到不到6分钟 这边王双就破门了 刚刚还在说 今天面对克罗地亚队 是王双施展自己过人天赋的机会 这边王双就破门了 这边 克罗地亚女族很难过半场 但是杨丽的这脚打门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他跟他身边 对方的防守并没有那么的紧 就是利用个人能力 还在往前带 这个球传着太靠近球门了 刚才是可边路38号小将萧玉仪 会选择直接打门吗 这个球也算是进入到了王双的射程 王双在这个位置也有过直接破门的经历 看看这一下 果然直接打门 这一下还真是非常悬啊 打进门柱 这场又完成了反抢 看看杨丽 边路往内切还在带 倒三角传回来 进去里有打门的空间 打门 这脚打门居然没进 在上本场的卫生阶段 萧玉仪 直接打门了 距离非常远 王双还非常的自信 这一下给的不错 传到门前 这次王双双是用了一个不太规则的射门动作 柱女竹在下半场比赛啊 进行了多打五人的名换 这种换人也在大家意料当中啊 也给了很多小将机会 这次有机会 近距离左脚的失射来自于张瑞 张瑞他就突然前叉呀 也是中国队进攻端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不但要在进攻端呀 继续寻找机会 同时后防线上也要小心对方的这种 突然的反击 突然的提速 这次在左边路 很危险呀 传进来 9号路的立体 这边能不能停过来 直接顺势打门 打着恒战车 还有补射的机会 瞧见了 正停补射来到第二分钟 比赛92分钟 王双双 一次非常激紧的门前补射 帮助球队是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这边主菜半马牛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让中国女足以2比0的比分 战胜了科罗蒂亚女足 取得了双方对抗赛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4月9号 双方将移师到浙江的嘉兴 来展开第二场比赛的争夺